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网友就会问 做完超英之后有什么需要做的 我们一来建议在清明7月14日的时间 烧衣包做腹线等等 甚至乎有些会找道堂去做排位 长期供奉 有些会问 做完超度是否什么都不用做的 其实不是 有时等于一些先人过世之后来说 每年春秋二祭 可以说是显现了一种孝心 孝道和一种心意 因为今年的信众需要超英的法会暂时都几多下 因为顺应了这个时间 都会在6月份的头一个星期 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做这个事件 都会做这个法事的 因为有些善信 他们就在这个时间上安排 就未必一定安排到星期五 我们都有弹性的处理 如果有问题的话 继续可以找我们的师兄和师姐 会问一问 超英事宜就交代到这里了 因为今天都是5月份的第四个星期 下个星期来说 我们就不会再提大家 因为可能有些善信 他们看了我们之前的第一期或第二期 我们都欢迎你们继续询问 这样有关的事宜 好了 接着我们看一看第二张PowerPoint 都是维持在一个风格 生活圆学 生活圆学第一件事 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就是说 今年来说 任人年就是苦年 人生又双冲 松的时候 新来说 就是这个 我们叫做猴子 即是叫做猴子 是不是 那真是圆学的东西就真的很圆 为什么呢 原来欧洲就出现了这个猴斗 或者叫猴斗 其实有传播性的 人生相冲的时间来说 就冲起了一个猴斗症出来 这个猴斗呢 其实呢 我们以前听过牛斗 中牛斗嘛 是吧 所以来说 就是说 这个病呢 刚刚正正在苦年出现 那圆学上的解释呢 我想大家很多圆学家 他们都意会得到 或者很多懂得八字的人都会 就是人生一冲 那人生一冲来说呢 进一步解释来说呢 就是说 会不会属猴啊 属老虎的人呢 是容易会染到这个症状呢 那圆学的解释来说呢 是会的 那大家呢 就要多点留意和提防 就是等于03年沙士的时候来说呢 一开始的时候 就似乎呢 就没什么人重视的 怎么知道 一路就传播 那令到香港当年来说 就停了几个月啊 很多事情都 大家戴口罩 那当时来说 我记得呢 我戴着一个布的口罩呢 被人笑的当时 那而且呢 我曾经呢 跟一位老师说 说 不能调以轻心啊 那怎么知道呢 他对我说的说话呢 就拆之以鼻 那就 没理到我啦 那当时来说呢 我就不是说用圆学的 用现实的情况去看的 那很早就戴口罩当时 那这个猴斗症来说呢 就最近呢 就在北美洲啦 欧洲啦 出现了都有几十个国安 那但是呢 今天为止呢 就已经是多了过百的了 已经叫做 那猴斗症来说呢 就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那用小小时间来说 就会发烧啦 肌肉痛啦 琳包会肿胀 发烂 那个人很累啦 还有好像出水痘 那也叫做皮疹 那但是那些专家就会说呢 就说呢 就不会致命的 那但是这一种这样的传播的病症来说呢 就大家呢 希望呢 都要謹慎些去处理啦 那同时间在这个外国来说呢 有猴斗症呢 就需要隔离呢 就隔离呢 就二十五一日 那甚至乎来说呢 有些报道说目前来说呢 是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但是通常呢 就在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之后呢 就会消失的 而这个猴斗症来说呢 就在 在七零年以来呢 在非洲的国家呢 就出现呢 是比较多的 当时来说有 黑麦龙啦 中飞啦 光果啦 障下海岸啦 那等等 那所以来说呢 就是说 大家来说呢 都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来说呢 是小朋友啦 和孕婦 孕婦的免疫力呢 就比较低的 那所以来说呢 我们叫做 这种人存 動物的 動物存人的风险来说呢 都会是有可能的 不然就不会叫做猴斗症啦 好了 那猴斗症来说呢 就 几巧合就是在这个 人身双冲的年份呢 就出现了 那接着又看回那些开心点的东西 那怎样看回那些开心点的东西呢 较早之前呢 收到网友的一些照片啦 那便见到呢 有一个心云出现 那我们常常都讲天象啊 讲意象 那天象来说呢 亦都是代表了一个时间呢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件 那我们见到这个心云呢 就很漂亮的 那而且呢 太阳呢 就在正中间 那如果大家来说呢 在网上其实大家都有分享出去的 不过呢 我们就跟大家 用这个园学角度讲一讲啦 那其实心云现香港来说 是代表了些什么呢 意味着些什么呢 但另外来说有一幅呢 池山子 的观音呢 刚刚也都这么巧啊 那有网友呢 就 拿起手机 立刻就拍了一幅呢 就是观音 刚刚呢 就在那个空位那里 就像个心那样 太阳呢 又正正照耀着 那我们称为呢 就叫做佛光 就是以前我曾经过四川呢 都看过佛光的 那这个佛光和这个心云呢 其实代表了什么呢 是一个吉兆 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 什么叫吉兆呢 那心出现的时候来说 就是大家都很用心啦 有爱心啦 出现了在香港呢 那我们很喜欢叫做香港这个地方呢 那另外来说就是观音啦 观音来说呢 就是慈悲为怀啦 普渡众生啦 那也都是出现了一个心形的一个形状的一个 跟着外围呢 有佛光为主 大家如果见到这两幅相的时候呢 我想都会感觉到是相当相当之舒服 甚至乎来说呢 会觉得 哎呀 香港呢 未来的日子呢 就应该会会很舒服点 好过点啦 甚至乎来说呢 就会恢复回以往啊 或者是昔日的一种状态啦 那大家其实都是在期待近啦 那包括什么呢 那包括可以通关啦 是吧 那也都包括来说啊 大家都可以以前那样一家大小 那出去游换 不用戴口罩啊 同时间呢 就可以去吃东西啊 那开开心心啊 那这两幅照片来说呢 其实都就显示到呢 就未来的日子呢 应该来说就 逐渐逐渐的那样向好的 那大家呢 就希望都就是 心连心那样啊 就像这两个心心那样 大家一条心 那个念力啊 或者气场呢 就会好的啦 那好啦 呃 那生活完后呢 就讲到这里啦 那这两幅照片我看到都已经是很开心的 那前那两天呢 就是我们的节气 我们的节气来说呢 就叫做小满那样 那小满呢 那很多人呢 就不是很重视现在的节气 因为以我们中国呢 就以农业为基础 那这样的节气来说呢 其实呢 就会说给那些农民知 那天气的变化 同时间就是说 啊 应该来说 排泥啦 插秧啊 奸重啊 等等 那现在来说的 香港的社会呢 就已经是发展成一个商业性社会啦 那在中国大地里面来说呢 呢 都是城市化 走向现代化 那农坚地呢 就逐渐减少 但是都是在这个农业方面来说呢 都是比较发达的 那像我们香港 吃的菜啊 或者是山果啊 那很多都是来自国内 那所以来说 在中国大陆里面来说呢 对于小满呢 这个节气来说呢 他们都会很重视 那依然呢 都会呢 是会做一些 传统的制制啊 或者呢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来说呢 就是做一些和这个小满有关 小满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讲一下啦 好了 小满呢 就在农历的20次气之中呢 是第8个字气啦 那每年来说呢 就在这个5月20号到22日 那太阳去到这个黄经的60时的时候呢 就叫小满 那小满的名称呢 和农作物的成长是有些关系的 在南方有些地区来说呢 小满这个名称呢 是关系到雨水和灌溉的 那有句话就叫做 南下小满就正在阳呢 在阳来说呢 就是呢 央斌小满就谷斌秋 那真是插央的意思 那而且来说呢 在这段时间呢 就开始呢 就雨水多 那我都预料来说呢 在小满之后呢 因为20号的时候就是小满呢 可能在香港也都可能会 在未来的时间呢 雨水会多一点的啊 那而且来说呢 就是说小满呢 就刚刚呢 是逝而在这个水道呢 灾插的一个季节来的 小满的含义呢 就是下熟作物 只粒开始灌浆饱满的时间 但就未成熟 所以就叫做小满 就是有少少熟 那小满来说呢 就未到大满哦 古雨有云呢 就大落就大满 小落就小满 那落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落雨了 那雨水越充沛呢 将来来说呢 就会大丰收一点 那在这个 小满这个 时节的南方来说呢 那南方的奸重的人来说呢 在这段时间呢 就会在晴天的时间呢 就进行这个 作物的收打啊 晾晒啊 是做些什么呢 是要呵护和保护这个稻田 那令到他们来说呢 就可以生机勃勃的 那期待来说呢 就在秋收的时候呢 能够比较封舍一些 那如果来说 在这个小满之后来说呢 是没有雨的时候来说呢 就是没有雨落啦 那大家来说就比较心急的 但另一样来说呢 如果下暴雨的时候来说呢 那些冒农的人来说呢 又会很害怕啦 那所以来说呢 就小满来说呢 对于他们来说呢 之后的往日的日子呢 都会钉得很紧啦 那啊 好彩来说呢 就是说 雨水呢 就刚刚好 那令到来说呢 那些穀物生长 就比较上呢 就饱满 那小满之后来说呢 就一日一日那样呢 就渐渐呢 就渐渐呢 就走向圆满 那好了 在小满的时候来说呢 有些地方的习族呢 那我们来说一说呢 有没有发觉大家 有没有发觉到近期呢 很多苦瓜出现 其实在上个星期 最后呢 很多苦瓜 有些苦瓜叫雷公酌 那在小满的习族方面来说 在食方面来说呢 因为气温呢 就渐渐都会高啊 那有时来说 已经去到 最近在香港都好像 29-30度 那而且呢 就会落少少雨 就比较湿的 那比较潮湿的时候来说呢 古人认为呢 就小满呢 会有三后 什么叫三后呢 也都是有三种迹象 一后就苦菜兽 二后就微草市 三后就密抽志 那这个时赤来说呢 就是说 有些比较苦的植物来说呢 就生产得是最好的 而且潘偏苦的食物来说呢 是对去湿呢 是有这个 很好的益处啦 所以呢 在这个时间来说呢 就最好呢 就吃一些瓜类啦 竹笋啊 伊仁啊 绿豆啊等等 那就可以去湿 尤其是苦瓜来说呢 在这个时间呢 可能呢 就会当做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就说 苦瓜 蚊仓鱼啊 苦瓜 炒蛋等等 都会有 那有些地方来说呢 就会做这个 祭三神的仪式的 尤其是在这个 农坚社会里面来说呢 就祈求这个神灵 能够呢 带来这个 比较好的修成 所以呢 小满呢 就会祭三神 这三神 哪三个神呢 祭这个取车的车神 油车的车神 和施车的车神 那就是叫做 小满洞三居 那水车车神呢 如果大家有时会见到呢 一些农田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轮 有一个木造的轮 那些水呢 就圆圆不绝地轮 车神呢 那也都有油的油 就是油神 油来说呢 就是说 在油菜籽 左炸的油嘛 那如果大家现在呢 买到一些 一瓶瓶的油来说呢 那我们叫做戒花籽油 那也是属于那样 那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呢 油都会有个油车的神在那里 那另外来说就是施车了 施车就是说养蚕 那养蚕来说呢 就是收集了这个蚕丝那些 施车 如果大家呢 有时见到一些工厂养蚕呢 那他们呢 又是一个卷啊 很多个卷 很多个轮 这样在那里呢 就卷了那些叫施车 那祭三神来说呢 其实都是祈求呢 就希望呢 就顺利丰秋 那也都是有一个呢 就 比较特别 小小的仪式呢 就是古代呢 就会祭蚕 那祭蚕的意思来说 就是祭治这个蚕丛 那古代来说呢 养蚕呢 其实就不算很容易的 那小满来说呢 相传来说蚕臣呢 就是叫做 呃 旦臣日 加上这个江苏啊 浙江来说呢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那那里呢 都是出这个思囚比较多 那在农历的四月份的时候来说呢 蚕呢 就是这段时间呢 就结简的哈 那在这个时间来说呢 做一些蚕丝的生意 或者布匹生意的人呢 他们就会祭祭这个蚕臣 那祈求来说呢 蚕丝呢 也都有一个很好的修成 那希望呢 如果呢 如果江之一大的人呢 如果他们有祭蚕臣的仪式呢 我们都希望都会 提一提 那在小满的时间来说呢 也都有一些禁忌的 禁忌呢 就是在这个 饮食方面呢 那因为气温上升呢 和濕度呢 就令人呢 就有点不舒服的 那最容易见到的呢 就是比较上呢 就是比较累啦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选择吃一些新辣的食品 来刺激到呢 排多些汗水出来 但是在新辣多的时候来说呢 有时是令到腸胃呢 又不算太好啊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来说呢 在这个时节呢 就是小满的时间呢 就最好吃一些 比较清爽啊 清淡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中国的中医师呢 呢 经常都其实最好呢 24 即是24节气的时间呢 清淡呢 其实都是好些的 尤其是对这个老人家 那最忌的来说呢 就是喝这些散烂的东西 那你知道香港人也好 或者日本也好 东南亚也好 比较热的地方呢 那他们也喜欢吃一下雪糕啊 那现在来说 珍珠奶茶 很多生懒的东西 那喝了一些生懒的东西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腸胃呢 顶不顺的时候 就很容易呢 就会肚饿 那另外来说呢 因为呢 就眼中的气温比较高 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晚上来说呢 就要注意一下一个保暖 甚至乎来说呢 就是说我自己呢 就很少就是开冷气 通常都是 就是开风扇呢 就比较多 那因为这样可能呢 对身体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甚至乎来说 古人呢 真的很多 好有智慧啊 因为这些天气来说 有时候呢 就阴阴湿湿了 同时间来说呢 就会比较潮湿了 那会令到人来说呢 就会有一些 心防气躁的 因为失业嘛 那情绪呢 起伏是比较大 所以大家呢 就要保持这个 心情的愉快 同时间来说呢 就要慎防这个 心血管啊 和脑部的疾病 那啊 听一下轻音乐啊 或者 看一下书啊 解一下门啊 这样 或者来说 多做些运动呢 都是对大家有点益处的 那好了 小满这个节气来说呢 简单 而丰富的内容呢 就和大家介绍这里 那我其实最期待呢 就希望呢 如果有些网友知道呢 是济蚱的仪式呢 是怎样呢 就希望他们都可以 有些资料啊 或者有些记录 给我们看一看 因为呢 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 来说呢 在古代呢 是一幅呢 是济蚱的一些画 画作那样 我们就比较 暂时都没见到 甚至乎 如果有些 做传播工作啊 或者有些 旅游的一些 节目呢 希望他们都可以 拍到一个 祭蚱的形式 给我们看 那我们就 就说到这里了 就小满